银中日或雪童年遭排挤,长大后甄子丹帮他垂背,紧到中年像雪荒者,说起中日混雪的明星,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金城武那叫金氏泉伦伦的脸。 不过,今天我们的主角却是另外一个人,他叫池内伯枝,虽然没有金城武那般年值,不过说起此人,也是一个传奇故事。 池内伯枝的童年生活并不如意,由于他是种于混雪,经常遭到童年的小伙伴排挤,还会说他长得不像中国人。 不仅如此,他在小时候还受到了飞人的遭遇,经常被其他小朋友殴打,也是这一段记忆,促使他迫切成长,想把自己练成可以一达十的武林高手。 在柔道馆里一达就是数十年,在上高二的时候,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,当时还在上学的池内博之,被一家经纪公司看中, 一模特的身份正式出道,虽然在模特这条道路上,他也许得了不错的成绩,不过影响力却一直不过而然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他得到了一个配角的机会。 虽然从来没有想到演戏,不过是内博之对这次机会却十分看重,尽管只是一个小角色,不过他却全新对待,导演四汗也看到了他的尽职尽业。 在接下来的影视剧中,也会时不时的池内博之,久而久之,池内博之也算是一名职业演员了。 在夜晚当中,还和功夫剧新真子丹,曾有有过合作。 两人在一场打戏当中,导演因追求艺术的真实,需要真子丹真大,而池内博之却不愿意替换替自己上,于是真真切切地挨了真子丹几拳。 在之后的检查中,池内博之却查出了脑震道,而原因便在于真子丹那几拳。 虽然池内博之毫不在意,不过真子丹听说之后,却觉得十分抱歉,未表现意,真子丹曾在制作给池内博之按摩锤背,弄得池内博之不知所措。 如今,池内博之不如中年,胡子拉扎,以不蔽体,的形象,虽然比有一法封位,不过却被网友调侃,真是越看越像是荒者了,觉得可能搞艺术的人都觉得这是一场行为艺术吧。 不管怎么样,他心里开心就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